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 好不好吃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Moy 现在我们在厦门前普这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款在福建台湾比较流行的一种特色饮品 也算是我童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款夏日美食吧 话不多说 一起去看看吧 走 现在这种草它是比较老的 放的比较久一点 然后这个草是比较新的干晒干的 你妈这个也是应该做很多年了 她从小就会了 她家里面老大了 她的事情就是干的比较多 荆草给做多少荆草 20多 现在这种荆草买了一荆多少钱了 20多 做这个是真的要产地 又粘又乱 现在很多那种饮品店还有做这个草仙草 都是那种仙草粉做草的 是 而且它吃起来没那么Q弹 我以为那种吃起来有那个粉末状 吃这个完全是爽滑的 我这长小吃到大的 现在这个高辣锅羊要炖多久了 四五个小时 过来这种草都是草干 这里面多少荆草 6荆草 等一下可以做多少盆草 6荆草 现在就把里面的酵羊材质挤出来 用 同样洗三遍 现在土地要收吗 要收 整共目前有收过几个土地啊 6-7个吧 这一步主要是把那个草的汁的渣渣过滤掉 对 这一步多少斤啊 90斤左右吧 这就是米煎 这个米煎大概比例多少 差不多一斤左右 这样也会过滤 把这个泡沫捞掉不要了 嗯 为什么把它捞掉 因为上面这些捞掉 它煮起来比较光滑 这些要捞光光了 这一步叫点尖 现在这个要熬多久啊 半小时 你看慢慢凝固了 你看有点酷壮的 它没换米煎下去就没办法凝固了 这个像豆腐一样 盐煎 应该会结冻 豆腐块 一直搅一直搅 不然会粘锅底 这一锅能装6盆啊 吃了 这些要到凉了 凉了接冻了 明天卖的这些 现在烧烤到每天都有做吗 现在有时候做两次 一次一盆做几盆 差不多6-7盆 就是1斤6盆 换米 换冰水 这是什么东西 鲜肠壁 好不好吃 这个就是烧仙草 刚才小朋友他说叫鲜肠壁 它有点叫冰粉吧 我们来试吃一下 夏天吃很爽 吃起来Q弹弹很爽滑 它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说 像四川冰粉吧 其实它会比四川的冰粉更Q弹 这个我们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的 一照到夏天 姑姑就会做这个东西 然后一大群小朋友围着吃这个 小时候我们都是大盆大盆拿着吃的 其实它这个可以分冬天吃跟夏天吃 我们冬天吃的可以那种热的嘛 换点芋圆啊蜜豆 然后吃它就可以暖味暖身子 夏天吃这个就是很清热解暑的 下次吃两碗 那个沙仙草吃完了 还是那个我熟悉的味道 我喜欢的味道 这沙仙草现在城里面 基本上很难吃到这种所工作的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饮品店里面烧仙草 基本上是超市买了仙草粉 那种水泡出来的 那味道跟这个完全没法比的 像我们在农村有时吃 能吃到绿色的 绿色是草缸再回来立马煮出来的 这种黑色是草晒缸才能变成黑色的 但那味道是一样的 没有影显的 就是草晒缸跟没晒缸的区别 因为晒缸能跑很久吧 这草它如果没晒缸的话 保存不久很快就会土烂掉了 在福建跟台湾地区非常流行的 而且它这个夏天吃 还有生津止渴 清热解暑的 像这个烧仙草 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 已经越来越少人做了 而且有做基本上老人家在做 它这个太麻烦了 而且很干 地板都是那种烧仙草 只起起来又麻烦 工序又多嘛 做法太麻烦 所以导致了现在越来越少人做 很多人有做 基本上都是用超市买来 整包到粉末 直接水泡一下做的 所以说我能找到这家 已经非常难得了 我是蛮喜欢吃的 大家喜欢可以来试一下 我视频片位有地址 那这期视频我们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以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